不知道桑葚和桑果鸡究竟能碰撞出什么神奇味道 吸引那么多的时刻呢 剁碎它切碎一点它会比较容易入味 姜 葱 紫苏叶这三种的香味全部融合在一块儿去 对对对 听颜大哥说 吊烧鸡想要做的好吃 调味是关键 葱姜和紫苏叶剁碎后 涂抹在鸡肉表面 再撒上盐力去腥提鲜 经过十分钟的按摩入味后 上午采摘的桑葚闪亮登场 不知道它们到底有什么妙用呢 再放几个桑果进去 咱们桑果就是用到这儿了是不是 对对对 原来颜大哥抨鸡的第一步秘诀就是用桑葚腌鸡肉 桑葚不但能中和油腻的味道 还能给鸡肉增加果香味 静置一小时后 用热水汆烫两分钟 既能让整肌膨胀又起到塑形的效果 还能融化鸡肉的皮下脂肪 接下来我就要揭晓吊烧鸡好吃的第二秘诀所在了 颜大哥说吊烧鸡调味的关键 全靠眼前的这三碗液体 这个有点那种酒红色的感觉 我闻一下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什么那个阳眉酒还是 对 所以它有点酸嘛 这有点臭 臭 臭 臭炸了麦芽糖 然后呢 你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我猜猜看啊 对对对 看这个色子是乳白色的 有点像椰奶和牛奶 猜对了 因为它就是牛奶 就是顺德特洋的水牛奶 那这一份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 我看看 蜂蜜 先用果醋淋鸡身 让鸡皮松软 毛孔打开 再淋水牛奶增加鸡肉纯香口感 最后刷上一层蜂蜜着色 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是个粉刷酱呢 经过这三层蜜料的加持后 还要再挂起来 进行两小时的自然风干 才可以进行烧制 听颜大哥说 吊烧鸡想要做的好吃 它还有秘密武器 这个钢非常像以前我小时候看那个水浒传里边 那个三碗不过钢的那个酒缸 这是我家里小时候那个酒缸 就是您家的小时候就是这个酒缸 一样这酒缸后来就放米了 水果都放进去 就怕那小孩会偷吃 就怕我其实 怕你偷吃 大酒缸是制作吊烧鸡的利器 瓦制的酒缸可以储存烫火的热量 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0摄氏度以上 让吊烧鸡无死脚加热 不知道酒缸里烧出来的吊烧鸡 味道究竟如何呢 天哪 这个烧鸡现在已经的颜色 从这个肉色变成了这个焦黄色 特别特别香 进床 你看这个造型多么的霸气 这个样子的 吊烧鸡一出锅 甜香的滋味瞬间爆裂 这味道可把我馋坏了 香到流油啊 有没有一种初恋的感觉 反正我有当年吃的时候 特别香啊 吊烧鸡的味道果然名不虚传 清脆的外皮下汁水饱满 肉香与甜香达到完美的平衡 让人垂涎欲滴 回味无穷